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隋扬帝开始创建的是公元605年 据现在基本上是1500多年 这个城它从隋到唐五代一直沿用到北宋 前后沿用了将近是500余年 我分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看这个城的位置就在河南的西部 洛阳盆地的西端 正好有伊洛河 这张图就是伊洛盆地的五大都城遗址 这个红色 这是隋到洛阳城的山川地形图 我们可以看文献也记载 这隋到洛阳城是南至宜却背以盲山 左蝉右见落水横贯其间 可以说这座城是不单是发天向地 而且和洛阳的山川水势完美地融合 可以说是一座天人合一的城市 这是在隋到洛阳城的等高县图 我们可以看这座城市 它的整个整体的布局 宫屯皇城是在整个城的西北域 整个离坊区是伊里建方的方格分布 像一个棋盘状 非常规整的 这个城其实从50年代 我们都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调查 当时确定了遗址的大致的范围 又经过考古的勘探 对这个城市的这个布局脉络 基本上是越来越清楚 经过不断的考古发掘工作 这个成了形制布局和它的水系脉络 基本上越来越清楚的 特别是这些年 我们主要是集中在宫城皇城里面 做一些考古工作 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 经过这些考古工作 我们对整个宫城和皇城的形制布局 也是越来越清晰的 包括它的水系的流逝 水系的脉络 也逐渐的清晰起来 下面我就是简要 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遗址 应天门就是它宫城的正门 大致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这是一个发掘的照片 这是这个城门的遗址 我们看东雀西雀中间是门道 已经被破坏 剩下了底部的基础部分 这是这个应天门的东雀台 这是东雀台的散水 这是西雀台的一个发掘现场的照片 这各个期的严格变化 我们可以看保存的这个食谱 三出雀的食谱的散水 散水时 规备时 保存都还比较好 通过完整的发掘 我们对这个城门 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 这座城门是一门三道过梁式的建筑结构 它是以城门的位主体 两侧附一堕楼 向外伸出雀楼的 双向三出雀的一个形制 这座城门对后市影响比较大 像北宋的玄德楼 元代工程的正门 冲天门 包括现在明清 我们能看到的明清紫禁城的五门 都是受这个城门的形制的影响 工程 明堂 明堂其实就是工程了正殿的位置 我们知道隋代的时候 这座殿阳殿 高宗的世界就是叫千元殿 武则天时期呢 把这个明堂建在了工程的中心的位置 明堂其实它是一座礼制建筑 按照文献记载 它应该建在城南三里之外 七里之内的一个位置 武则天的自我做古 把这个明堂建在工程的中心位置 文献记载 这个建筑是东西南北各广 三百尺和现在的八十八米多 它的高二百九十四尺和现在八十六米多 是非常一座非常宏大的木构建筑 通过我们发掘啊 这个建筑台积 只保存了台积部分 这个台积由六圈夯土组成 其中一三五夯圈夯土 残存的厚度还有将近十米 非常厚 二四六的是建筑的空间 可以说和文献记载的也比较吻合 另外是一个天堂 天堂其实是 在这个位 这个看不到这个鼠标 在这个明堂的西北角 这个建筑是一个方形 台积上来六五圈 这个圆形的基础 是一座礼佛的礼佛堂建筑 这个建筑也是非常宏大 按文献记载 可能要高将近一百多米 它里边的佛像的小指都能容二三十人 非常宏大的一座建筑 我们通过发掘 不但搞清了这个建筑的形质布局 而且这个区域的严格变化 也都做清楚的 这是隋代的 这是武则弹世纪这个天堂遗址 这是中晚堂 一直到汤墨五代 包括北宋时期 它也有严格的变化 通过发掘 在这个区域的考古工作 我们不但搞清了 电制的形质规模和它的布局 而且以工电位 以这个大电位中心的 这个公院的布局 也基本上是做清楚 它是有轩浪为和的 一个公院布局形式 也是中国这个传统的 这种公院布局形式 而且还搞清了这个 从隋一直到唐 一直到北宋 它这个工程中心区的 形质布局的一个严格变化 为整个工程的严格变化的探索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经过这些年的考古工作 我们对这个工程中心区 它这个形质布局 越来越轻轻 我们可以看 基本上可以复原 这个整个工程 隋唐世纪 整个工程的一个布局和变化 最后是给大家简要说一下 是医治保护工作 隋唐落成了 医治保护工作 其实从六七年代 都已经开始 到现在 一直保护 我们可以看是工程 包括轴线 包括离访 包括锅程 包括工程的城墙 要对这个医治来 进行一个整体的保护 和展示工作 这是以后要完成 这工作以后的一个效果图 大家可以长想一下 谢谢 那下面发言人是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全职 谢谢 谢谢 谢谢